主料,尖椒6个,鸡蛋3个,辅料,油,盐,鸡精,清蒜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尖椒去吧,洗净,晾水,尖椒切小粒,先切细丝,然后再切粒比外刀断来得更快,嘿嘿,锅内放油烧热,入尖椒粒,大火翻炒几下,入盐,鸡精,清蒜碎,再翻炒几下, 此时改中小火,入鸡蛋3个或者4个会更香,喝喝,稍作翻炒,使蛋液和尖椒粒混合之云,等到蛋液受热面开始凝固,改大火迅速翻炒至多月的水分挥发,再炒至鸡蛋变得金黄就可以出锅了,闻一闻,多香啊,出锅吧,烹饪技巧,洗尖椒时沾上面的水最好立干, 否则水分太多,要炒至很久还不那么好吃,鸡蛋放多些可以使制成饼状,放得少就可以用炒子舀了放米饭里拌着吃,很香啊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